尽管科切拉音乐节是一个全球性活动 但新闻一直由CAP明星主导 以至于它可能是一个CAP音乐节 随着Twin E1等人在舞台上重聚 汪加尔的精彩舞台后 一位尽管没有表演 但在2022年科切拉音乐节上却上了头条新闻 他正是Blackpink的珍丽 早在2019年 Blackpink在音乐节上的标志性表演 风靡世界 看起来珍丽今年想参加 从照片里看到她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 活动一开始网民就不敢相信 这位偶像在现场与人群混在一起 观看音乐节和她的A-Lister闺蜜 包括Kiddle Jenner Jaden Smith Kali Jenner和Haley Bieber 特别是他们无法忘记珍丽穿着不同服装 看起来有多漂亮 到目前为止 在节日的三天里 珍丽以她多样化的外观 让网民惊叹不已 珍丽的朋友似乎通过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偶像的照片和视频 外弥补这一点 Blinks一直喜欢珍丽 似乎玩得很开心 而不用担心任何日程安排 其他名人也一起发布了珍丽的照片 他们似乎度过了有趣的时光 他们还分享了一段视频 珍丽听着艺术家的表演 看起来似乎无忧无虑的样子 希望随着Blink的卷土重来 也许Blink的名言 可能会回来表演爱到寒舍 每日结束我就是韩瑜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